孙果冻是一位在县城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师 几道线条 几抹色彩 就是空白的画布充满生机 与众多画师不同的是 他是一位脑瘫痪者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七年时间利用手中画笔除去一抹杂陈 并勾勒出自己的美好人生 8月14日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平音县的绿泽画院内 见到了孙果冻 他正手拿画笔 小心翼翼地在画布上创作着上午未完成的作品 画布上的女人温文尔雅 女人旁边的玫瑰花极为逼真 孙果冻告诉记者 从出生起他就被病症所困扰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由于出生时缺氧 小时候就造成了脑瘫 我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差 然后家里也比较穷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治疗 直到八九岁的时候 然后父母凑了一些钱 我们踏上了寻医之路 之后回来才能开始慢慢地尝试站立 由于儿时特殊的经历 让找大后的孙果冻变得特别坚强 他不想让自己这么平庸地生活下去 201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孙果冻接触上了绘画 为了提高画迹 孙果冻每天早上五点钟 便坐上特制的电动轮椅 前往离住处不远的画室进行练习 从那时起 绘画成了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因为我脑瘫的原因嘛 然后手指不是很灵活 所以刚开始画的时候 画一条直线对我来说 都是很困难画出的线 总是弯弯曲曲的 而且手抬时间长了就累了 请家练习吧 早上比别早起 然后晚上比别晚睡 然后中午就是加班画画 然后累了就休息一下 然后慢慢地坚持 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 孙果冻的油画作品 以独特的色彩 线条搭配 深受油画爱好者的喜爱 2016年 他的油画作品 入选首届全国残疾人书画展 受到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孙果冻告诉记者 近年来 由于自身的画迹不断精进 他创作的不少油画作品 还通过电商平台 向往意大利 威尼斯等国家和地区 孙果冻的母亲江广英 是一位普通的农民 对于儿子一路走来的艰辛 他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如今 孙果冻有了自己钟爱的事业 他感到很欣慰 上初中上高中 我都来回来 让绝顿三人 推着他 下一个不住地见他 我大人把上帝 还挂着他 自己的眼睛不放心 这种画画也是他的一种 机能 他干边的能干不了 这是他唯一的出路 他现在画得挺好的 我没付出 也没被努力 也值得 在大人再辛苦 也感到高兴 在大人之间 那 走 爹 爹 爹